在我做居家規劃的設計過程中 其实女主人最在意的 就是厨房的整体设计 那我在厨房的设计里面呢 特别会讲究厨房的通风 还有采光 最重要的就是整体厨房的动线 当然还有一点就是重要 就是它整体的美关性 包含比如说我们的面板选择 台面的选择 可是呢今天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厨房的电器的选择 那我们今天呢特别邀请到 家电达人来为我们这些厨房的设备 做一个介绍 现在是一个油电双掌的时代 我相信在家里长官很多 就是生活开支的家庭主妇 一定会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我每天下厨前 我就会想 我家的瓦斯是不是能够节能省碳呢 那针对今天这个问题 我们来请教一下 家电达人徐先生来为我们解说 是的 那当然关于瓦斯乳这种部分来讲的话 要节能现在市场上 很多厂商它都朝向这个方面在走 那目前也有一种所谓的炉炬式属银 它火焰因为是往内烧 设计上往内烧 所以它的火是往内部集中 那往内部集中的话 它的热就不会往外扩散 这造成说这个锅子它本身呢 热是集中在它上面 所以它可以节省很多的热源 所以你可以从一个点上去看说 一般我们在煮的时候 你拿那个手把的时候 锅子的手把你就发现很烫 对 很烫 但这种锅子它煮起来 它那个手把不会那么烫 因为它热都集中在锅子里面的汤水里面 所以照徐先生说的意思是说 如果它火焰可以集中 所以我们下厨炒菜的时间 它就缩短了 所以就达到了节能减碳的功效了 那在这边呢 我要就是为各位的家庭主妇呢 请教一下我们的达人徐先生 就好比说 其实我不常下煮 可是我很爱煮稀饭 可是我每次煮稀饭的时候 我可能不会在旁边看着它 我就去做别的事 就一回神的时候 发现稀饭那些汤汁已经溢出来 结果把火给熄灭了 那针对我这样子的问题呢 有没有解决的方法呢 当然有 那现在的设计上都是朝向所谓 汤水外溢的时候 它就要避免让汤水 能够去造成活的熄火 所以说这个设计上 汤水流出来的时候 它会透过它的设计 然后在里面会有个小汤盘 去把这个汤水把它承接起来 所以就是在清洁的部分 也很方便了 对 所以说你只要 因为我发现这个情形 只要把那个小汤盘拿出来 倒掉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在这种设计上 其实另外还有一款可以选择 就是说它的整个设计上 基本上汤水外溢的时候 它连汤水都不会往里面跑 它一个仿若的一个功能存在 所以你汤水只要外溢之后 你只要赶快用模糊把它擦干净 就可以很快的可以清洁下来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徐仙 就是呢 我常常会煮的就是稀饭嘛 可是最后都要用小火去炖它 然后最后都烧焦了 结果整锅就都不吃了 可是我注意看它烧焦的位置 就是我们可能开小火嘛 就是在那个点的位置 那个从锅底就整个烧焦了 那我想要问徐仙 就是针对这样的问题 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解决方法 当然刚刚我们介绍过的 那两种炉具来讲 它本身就是为了克服这种问题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在开小火的时候 其实它都不是集中在中间 它是均匀的往外扩散 所以它反而在小火的时候 它可以让它的热均匀 在整个分布在整个过程底下 所以这烧焦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而且我们刚刚介绍的那两种炉具 其实它都同时具备了 我们刚刚前面也谈到的 就是它节能 它的热集中的效果 其实都有 那身为室内设计师的我 常常在做厨具规划的时候 我就会特别要求就是厨具整个的外观设计 那当然在屋主 问我就是在一些炉具的挑选的时候 也会重视它整个美观性 那我想问一下徐仙 就是在这个的选择上 我们有什么样的选择呢 其实刚刚所讲的这个造型 其实我们在市场上有两种选择 一般来讲就是玻璃的面板 以及不锈张的面板 那这两款来讲 像刚刚我们提到的内燕的瓦斯屋来讲 它本身因为它需要进气的位置 那进气位置我们这个 我们看到这个东西 它有设计在机器的后面 那它我们把它叫做细气测造 那利用这样的一个造型 配合整个厨具的一个设计来讲的话 它可以达到这样的 您所需求的这个效果 那还有啊 其实现在的屋主 它的需求是真的越来越多 那有时候我们在厨房的动线考量上 其实就会花很多的心思 我们常常会设计这种一绕的电气柜 可能现在就是一定要有两台电锅啦 也要有微波炉啊 要有烤箱 然后又加上炉具 有时候我在就是这个操作运用上 你可能要开开关关 很不方便嘛 那我想要问一下就是徐仙 就是说我们在这样子的 实用性的操作 有没有更新的方法来解决 我说的这个问题呢 当然有 那我们现在来参考另外一种炉具 它本身就兼具了瓦斯污跟烤箱的功能 哇 这个好像我在看 那个日本偶像剧里面有没有 就是那种炉具的感觉 好像妈妈一边在煮饭 然后下面好像还可以烤鱼 那一种炉具是吗 是的 没有错 你看 它就是您所讲的这种 真的很棒耶 对 那它可以一边烤鱼 其实它还可以烤面包 烤任何东西都可以 所以还可以一边煮 是的 好 我们先来看这一台怎么操作 你看我们现在是 直接用按钮式的方式来按就可以了 那点火呢 我们一按一下 它就可以直接点燥了 那在这一边来讲 它这个按钮在使用上 它这边可以使用 可以煮饭 煮开水 只要你煮好了 它这种是把火切掉了 而且它还可以有一个计时的功能 看你要煮五分钟 十分钟都可以 那当你在使用上 如果说万一你要把锅子拿开的时候 主户往往会忘记 忘记它火没有关 那这个时候它也是自动设计 帮你的火关销 当你把锅子换回去的时候 它的火又会恢复到原状 这对我们的一个安全性来讲是相当方便的 那在右边这边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当我们要点火的时候 点不着 这原因就是因为我们锅子没有放上去 那如果说我们把锅子放上去 再去点它的时候 它才能点着 这也是为了使用者 主户们的一个安全性的考量 再去思考 然后在这边呢 它可以去控制它的油温 当你在油炸东西的时候 它是160度 180度 200度都可以去控制 甚至说你要做大火快炒 你也可以去按压它 让它使用大火力 把它提供到最大 让你做大火快炒的动作 那这些都是帮消费者 让主户们去思考这个问题 那刚刚呢 我们听完 达人为我们介绍的 在厨房各种炉具的便利性 跟节能减碳的这些方便性 我们现在也要来看看 我们家中每一个人 都会使用到的热水器 它要如何的节能减碳 当然我们来看这一个东西 那目前要达到节能减碳 当然我们最主要就是要能够 把热水器要能够控制温度 那所以说我们待会在 你需要多少温度的水 你就自己去使用它 这样它才不会浪费你的水 那我想请问就是 这个的面板 它是装在我们的浴室里面吗 一个在浴室厨房都可以装 所以就是在洗澡的时候 我们可以就是一边洗澡 就是可以控制它的水温的温度了 对 你可以随每个人 它的需求 它的希望的 然后它自己去调整太耀的温度 那当然现在新的设计的一个机能 我们可以设定 你要放到浴缸的水 比如说它48度 然后你要放多少公升的水量 那设定完之后 你就可以让它注入你的水 那水放到你要的量 它就会停止了 看完了家电达人的介绍 大家对于炉具 还有热水器家电的节能设计 是不是有深一层的了解呢 下一次记得 除了要打造美美的厨房之外 智慧型的炉具 还有家电 绝对是你居家生活的好帮手哦